君正言 君正是以前的一本兵書 他說 言不相聞 故為金鼓 視為不見 故為金旗 這個戰場上都講話用喊的 根本就聽不見 因此要用金 鏘鏘鏘羅 用打鼓的方式來當作一種通訓的工具 視而不見 故為金旗 在很遠的地方你大概也看不清楚 視線被撈 所以你要用金旗 用軍旗的方式搖啊 大家看到那個旗子是什麼顏色 就知道是不是我方還是敵方 因此的金鼓驚奇 是所以統一所有人的耳目 所用的方法 那麼人呢 既然專一的話 勇者不得獨盡 所以所有的人都能夠合一的話 則即使你個別非常的勇猛 你也不得獨盡 這在講組織 所以即使你是非常膽怯的人 你也不會獨退 這就是用重 你把所有的人都鄰居在一起 是吧 他說 因此啊 夜戰多火虎 驟戰多驚奇 驟戰為什麼多驚奇 因為晚上還看得到旗 是吧 你白天還可以看得到 晚上的話只能透過火 或透過虎 所以這是被迫 要因應這個形式而有所改變 所以還是其目的還是要依人之耳目也 還是為了能夠統一說人的耳目 所採用的一些變化的方法 目的還是一樣統一的 因此呢 這邊引出了軍爭篇的另外一個很重要的地方 軍爭篇的核心要義就是那八個字 以愚為止與幻為例 大家要記得 愚職互用之方法呢 在運用之妙和個人 但是另外一個東西呢 這是一個道理來的 這是一個不變的真理 而這個道理呢 現在好像我們好像都忘記了 也不再重視這一塊了 他講什麼呢 他講說三軍可奪棄 將軍可奪心 三軍講的是一群人 一支軍隊 一個團隊 一個組織 一個組織你要打敗他 各位同學你要怎麼打敗他你知道嗎 你要把一群人打敗他 如果非要跟這一群人戰不可的話 你要怎麼打敗他 像葉問 葉問一不是 他到日本的那個那個 挑戰的地方有沒有 打鬥場 我要打十個 他怎麼打的 他用什麼方法 背後你看到什麼 他怎麼打的 對 沒有 就是閒置時間 他這邊出一拳之後 大家就會看他之後 他就說起不易出這一拳 所以他左邊打一個 所以他左邊打一個 右邊打一個 你知道嗎 後腳那一踢的他打三個 你看到 他怎麼打 為什麼 少可以勝多 一個人為什麼可以打十個 就是這句話 三軍可奪棄 奪了對方的棄 你看到第一個一出手 立刻 日本他 立刻 立刻氣就沒有奪掉 怎麼躲人家的氣啊 還沒打過那麼大 第一個 就 一開始就把對方的棄 給躲掉了 躲了以後 只打了第一個以後 其他九個你看 完了 沒走 用他打 誰上誰就死 你知道嗎 他第一個 你還記得第一個人下場是什麼 讓他混導演 沒有他是導出來的 沒有說 第一個 就讓他腿斷了 你看到沒有 第一個讓他腿斷了以後 然後又再踩腳 有沒有 你還記不記得 你都忘了 我看幾次 那叫佛氣 其他九個一看 天啊 他出兩招 這一個人就 腳斷了 還是把他折斷 然後再下去 一下子 整個全場的氣力就變多了 氣場就變多了 你們打足球的人 那種概念 打虛棍球的人那種概念 怎麼樣 多一群人之氣 一開始 先 打大聲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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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開始的時候就 讓對方知道自己 一樣 然後先把這個氣勢都折斷 嗯 什麼 就是像打球的話 先得分 先得分 兩招槍刺的時候 如果先下一層的話 這個氣勢就會到小聲 那對方自然就會 不會去或是 或是怎樣的話 就會不要 就會亂跳 就會急 就會亂跳 然後你這邊就 就有優勢 然後氣勢就會繼續 壓著 是 放開 好 那他們經常在做國外比賽 就很了解 你在比賽競爭的時候 誰先能夠先食得點 那個對士氣 就非常大部分 那如果不得分 還會別的方法 可以奪人家的氣了 有沒有這種概念 你現在到一家公司去 去應徵的時候 你如果奪那群人的氣 不是奪人家的命 不要那麼說 不是奪人家的命 你不是奪命花 奪人家的氣 懂得概念沒有 把一圈人的氣 奪掉 欸 我跟你講 這個場合 是你來觀察的 以前有一個 有一個老師 他對這群學生 要使出殺手劍 他一上台來的時候 從外面走進來 拿著個杯子 這裡頭有水 二話不說 啪一下往後一丟 到了教室第一個動作 二話什麼話都不說 第一個動作就是 水滑黑白一波 全場 頓然之間 木跟頭幹 氣被拖 剩下子 就聽著老人如何 一刀一刀的 一句一句的 如何宰割被拖 氣被拖 什麼 沒拖氣 有一些剛剛管理者的人 都被拖 一進去 都把我們說 都是 全場木都弄 阿克來了 我們經理的 然後我說 群眾之下被宰割了 人家 奪的是什麼 奪的氣 所以 三軍和奪氣 可是如果你面對的是一個 有修為的將軍的話 你要奪他的什麼 要奪他的心 如何奪他的心 如何奪他的心 那方法如何 美人計 整邊細語 仙人票 詐騙 打什麼電話威脅 很多那種招數 都要公開什麼 公開的心 一個領導者的心 只要被奪了 整個團隊 就聽 聽任指揮 所以 三軍可奪氣 將軍可奪心 短短的 這兩句話 你看就解釋了很多很多的道理 然後接下來他說 如果搶氣的話 你要知道這個氣的道理喔 也是非常短的 一個篇幅裡頭 講的非常重要的概念 你要知道 朝氣銳喔 你要知道 咒氣多喔 你知道 木氣歸喔 請問西班牙是什麼時候 現在是木喔 是木氣成的 所以你們都是帶著疲憊的身心來上課 所以你們很容易打哈欠 晚上上課不太容易 知道吧 朝氣 朝氣 朝氣蓬勃到時候 你知道 對不對 早上起來 如果你精神夠的話 早上做什麼事情 效益非常好 十二點之前 中午十二點之前 其實更好的 朝氣大概是八點 八點文起點 那古人更過分 他要用呢 那個 那個 卯時 清朝的皇帝中 卯時開早會 卯時開會 卯時開會 卯時是幾點 早上五點到七點 五點到上朝 早上五點上朝 開會 所以所有的大臣要上朝來 一定四點就要開始從家裡面出發 四點為了從家裡面出發 三點就要起床 為了三點起床 那皇上幾點就要睡覺 告訴我 大臣 日裡萬七的大臣 幾點就要睡覺 我告訴你 八點就要睡覺 九點就要上朝 那為什麼五點就要開早會呢 很簡單 早上有朝氣 腦筋很清楚 做事效率很特別好 這是大自然 大自然大臣就是五十 所以朝氣銳 晝氣多 過了五十以後 過了下午一點 吃完午飯以後 我告訴你 即使你沒吃飽 你也自然就會 就生著藍膠 好 那叫做什麼 重情過 自然就會 開始有一點好像 骨頭好像有一點鬆了 螺絲需要給人家 那到了下午六點以後呢 已經用到霧氣了 其實不用到下午五點 到五點 就開始會有一種 想要回家的感覺 想要回家的感覺 今天幾點 五點了 整個小時就可以加班了 這樣默默契回 沒有誰勉強你喔 自自然的大自然 就這樣分配了 人們的一天的時間 然後每一個不同的時段 就給你同樣的氣 請問你要用什麼氣 你要懂這個道理 你想要成功 你想要立業 你想要做大事 你要用什麼氣 你要做用朝氣 同樣的六個小時 那是生如虎虎一般的 六個小時 知道嗎 我知道我們大部分的同學 都是用另外一種氣 都是很晚的時候 才開始幹正經活 那要不要把它改一下 改一下的話身體好 而且自然事半功倍 知道這個概念嗎 朝氣瑞 朝氣多目氣歸 給所有的條件 一樣的條件之下 不同的時段 產生出來的效果 截然不同 要不要做個實驗 有沒有這種經驗 一日之際在於 成 有沒有聽過 有吧 有沒有實際體會過 提會過沒有 你要不要回去做個實驗 好不好 做個實驗就好 你就會體驗到 哇 早起多好 早上的光陰特別美 有些同學覺得 晚上才美好不好 晚上很浪漫 早上呢 會讓人想要飛奔起來 有一種很自然的一種氣 就是他的概念 是大自然賦予的 好 那 懂得兵法的人 可能就善運用這樣的道理 所以善用兵的人 必 躲避掉敵人的銳氣 專門集對方的是什麼氣 是對方的墮氣跟歸氣 因為你處在墮氣跟歸氣當中的對手 他的戰力是明顯不足以對抗你這個銳氣的 他的戰力是明顯的下滑的 所以必其銳氣極其多歸 這才是真正懂得志氣的降臨 希望知道文字能夠給同學一個啟發 或是一個點 同學可以想想看 你知道嗎 在這一塊很明顯的 我覺得現在兩岸的 台生跟陸生互相有往返 可以了解我們台灣在這一塊 我們台灣的年輕的孩子 在這一塊 就比較不知道這個道理 可是你到大陸去 你會發現他們的學生 他們的孩子大概五點起 五六點就開始大火了 早上就開始可以說了 知道嗎 那這點比起來的話 你會發覺 你會發覺 你大陸是不是這樣幹 是不是這樣 不同學校會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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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就是之前老師說 哦對 上回有一個 晚上 晚上一到十幾個二點 會亂練萬華 哦 對對對 那個 有一個在南京那邊練大學的一個 陸生有一次跟我聊的時候 他說 他們都是早上七點鐘 你一定要在操場集合 大家一塊做早操 然後一定要討 一定要討 拖到公尺 跑操場 跑幾圈 然後再去 休息以後再去吃早飯 晚上十二點鐘一定斷燈 斷電 那幹嘛這樣做 很獨裁啊 沒有自由啊 對不對 沒有人權啊 對不對 哪像我們 民主人權 看到沒 我們這邊才會最後 會 笑到最後的人 一定是我們的啊 對不對 誰會笑到最後 你們自己看啊 誰才會笑到最後 呵呵呵 你看我就笑了 不過我還是變了 呵呵呵 啊 所以要懂這個概念哦 朝氣銳 奏氣墮 目氣歸 懂得應用氣 這是降臨的第一個要領 第二個要領 以智待亂以静待華 此至心者也 要 調治你的心 要養你的心的話 你要懂這八個字 這八個字很重要 閱讀它越重要 以智待亂 什麼叫以智待亂 管好你自己 把你自己的團隊 治理的井井有條很強 萬眾一心 外面怎麼亂 你就能眼旁觀 等對方的亂 透露出機會點出來給你 你就可以趁虛而出 這叫以智待亂 以靜待華 外面在抗爭 外面吵吵鬧鬧 把你圍起來 沒有關係 外面很華對不對 你裡面保持安靜 以靜待華 將軍要用本事 將軍內心的修養 必須要總這八個字 以智待亂 以靜待華 所以我們有一些 有一些在亞黨的人士 民族人士 很喜歡把立法院 把他圍起來 然後在那邊繞 繞一圈 各位老師 人家不覺得你四處在繞一圈 繞兩圈 繞三圈 早上繞了已經圍了三個小時了 你在裡面 在那邊開會 外面背回了 人家也沒有空氣了 人家在那邊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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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在打鼠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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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家把你圍起來 不公你 然後把你圍起來 正在那邊繞 請問人家在打鼠仗 正在打鼠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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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這個時候 你這個將領要了解這個道理 以智待亂 以靜待華 將領一定要有這種修為 對 這是自信的道理 這很重要喔 如果你懂這個道理的話 外面走 讓他走三天差 要走到他疲累了 然後你拿一打氣水 我還沒去招待一下他 那個氣立刻被你活 不要再走 會不會很累 就這樣休息一下 來休息一下 這邊是氣水了 剛剛買了 很涼了 來來來來 媒體會不會採訪 一下氣被你奪走了 你跟著亂 氣就在他們那邊 你不要動 你不要亂 等他們走累了 把他們需要休息的一切的東西 幫他們準備好 拿出去招待他們 知道沒有 氣立刻被你活掉 這叫做三君可奪氣 以盡待遠 以益待勞 以保待劫 這是智力 這叫體力 大家都知道體力的道理 可是對於心的道理 對於氣的道理 了解得多 所以孫子兵法在這邊去給 想當將軍 想當領導者 有很高的啟發 知道嗎 這個氣和心啊 你要懂啊 你要當領導者 你要懂這個道理啊 知道嗎 所以 對方如果是正正之旗 不要去挑釁他 對方如果是堂堂之正 不要去騷擾人家 堂堂之正 正正之旗 都是有備而來 都是朝氣銳的部隊 你避他還來不及了 避其銳氣 及其墮歸的道理 所以對方如果很強 氣很飽 不要去騷擾他 這樣的道理才知道是 所以這道文字 也是軍政篇章中另外一個重點 各位同學有什麼問題 有關氣 有關心 有關這兩個 自信和自信這兩道理 有沒有什麼問題 老師你那個剛剛 第20頁有一個 用重 這邊的用重的話 跟我們 因為他這是古時候的嘛 那現在的話 這個如果用來現在的話 是代表是怎麼樣 用重之荒 因為你那個 筋骨啊 升起啊 都是齊一嘛 對 那現在的話 用重之荒 如果我們引力成現在的話 各位同學 這個時代 由於強調民主多元 所以這個時代 幾乎沒有人談如何用重 而且不懂得如何用重 因為用重的前提就是 這些重人的心 必須要是一條心 對 如果不是一條心 只要有兩條心的話 這個重呢 就會一種為二 你有三條心就一數為三 那如果用重 用重就讓他一心 要起一一心 對 那用重的方法 他這邊舉的例子就是說 谷說因為沒有電腦 沒有資訊 沒有電燈 所以谷說有基因棋 有谷 所以呢 要用基因棋 或是用谷 這種東西 來打破自然的栽 這些界限 所以讓他來起 大家的套靈 齊心 這樣才能夠用重 沒有那我說現在呢 如果一個領導者的話 現在就是要講好打棒球的時候 要有一個在二壘 有一個在這個 不 一個在一壘 一個在三壘 對不對 要雙道壘 雙道壘要打暗號 事先講好雙道壘暗號是什麼 雙道壘暗號是什麼 雙道暗號是摸眼鏡 然後敢來摸盛Corn 就是要講好那個 那個 號令 那立刻要送到咧 verstehen 意思是什麼 就要先講好暗號 要講好指揮 要講好大家 事先要準備好 什麼樣的號令一出 立刻才是笑起lights 是不是跟我們的那個威脅啊 威脅啊這些有什麼那個 威脅威脅那是更長遠的 這邊講的是在戰場上的微調動 OK 像我們Toyota Toyota就很會這一套哦 Toyota你要了解他們的風田製造法的話 他們用顏色 你知道嗎 用燈號 所以很多時候它是用人工的 你看到燈閃了 你立刻是它那個東西要滑下來的 你懂嗎 你看到這個這一批貨是擺在什麼顏色區裡 你知道這一批貨在幹什麼 這個東西是為了要起義的概念 所以這是要訓練的 其實目的是什麼 目的是為了要起義 各位同學你知道起義多重要嗎 像我們夏克要不要起義 夏克時候要不要起義 夏克的時候上廁所的時候 如果落不起義的話 就有人這個時候上廁所 ικ peroXie 然後門打開 Home 然後再把門開 一切都被它一個人 走回來啦 還是 一個人 第二個人 我一看他可以上社子 那我也來上社子 第二個又走出去的 咿咿咿咿咿咿就起來 其他兩個人而已 搞到大家還能上課嗎 各位同學 沒有關係 因為我們民主嘛 你懂嗎 對不對 進步 進步的相關是這個意思 我不知道真的進步還是退步 我真的 有時候我搞得很混亂 你或許可以有天天跳過 但是你要知道 一群人在一起 你看 是吧 雖然只是一個人 所以下課時間上廁所的時間 要不要起義啊 可是起義大家都說 這又不是軍阪又不是軍隊 對不對 這時代不講究這一套 但是你要知道 在戰場上 你這支軍隊要有戰力的話 就要講起義 對 如何用作 這個用作不是只有指揮 不是只有訊號而已 就是只有讓一群人能夠上下 統一 知道嗎 這是很重要的事 這跟志氣志心有很大的關係 黑同學 人 一群人在一起 是群眾還是團隊 有什麼決定 由氣決定 請問在座各位同學 你們是群眾嗎 還是團隊 你們是群眾啊 那群眾是什麼樣的心啊 群眾是什麼心 群眾是每人一條心 每個人想都不一樣 有些想東 有些想南 有些想西 想北 所以大家絕對都不到一塊去 也不會想到一起 所以這個時候怎麼辦 這個時候要領導這一群人就很難了 所以你想要領導一群人 朝著一個目標前進 你一定要先想辦法讓這一群人能夠同心 這是一定的道理 所以你在公司裡頭 你如果要帶領一群人 你一定要在這點事情 要下功夫 那一群人在一起 他能不能有戰力 除了要同心之外 還有一個東西叫氣 他有氣場 一群人呢 不管你是一群群眾 或是一群團隊來講的話 他都是有個氣場籠罩的 你知道嗎 這氣場啊 要被破掉的話 被廢掉的話 這一群人呢 他就散掉 就變成個體人 就像我剛跟各位同學講的 那個葉問打十個 本來那十個是把他包圍起來的 可沒想到他一出手 第一個人兩招就倒 然後呢 腿斷 然後再在頭上再踩一腳 哇那真的是 看到那一幕 我看到其他九個人 立刻 立刻魂飛破山 立刻氣就多了 一群人在一起 你不要看這一群人就很難打 你要真的能夠這樣子 把這個氣 把他給破掉的話 他這個氣場就連不起來 這一群人就做鳥獸散 然後本來是十個人的場子 現在變成是九個個別的小場子 這叫三軍可以奪氣 那所以在於領導一群人 作戰的人的將軍呢 就很懂得 一定要把這個場 把它給連結起來 因此就很講究氣 氣呢就很重要 那像呢 以前的故事啊 像這個曹徽論戰 這曹徽論戰呢 有一句很有名的話 叫做一鼓作氣 載而摔三而結 他在講氣 就是為什麼 為什麼一鼓打下去的話 你就應該出動 對方居然沒有出動 所以他呢 一鼓的 第一鼓的那個氣 那是個銳氣 不見 不見以後 他打第二次的時候 士軍 士兵雖然沒有說 沒有說什麼話 但是呢 他那個氣啊 無形當中已經摔下來了 那第三 再打第三次的時候 那個氣呢 更摔了 所以很多時候 其實宣佈的事情 只宣佈一次 不宣佈第二次 各位同學 宣佈第二次的事 對眾人宣佈第二次的事 那個氣 是不是就摔下來了 你們注意到 大家記得哦 對群眾講話 重要的事 只講一次 你知道嗎 我再講第二次的話 氣就摔下來了 再講第三次 反覆去叮嚀 好像是很有愛心 可是事實上不懂這個道理 氣就摔了 這個大家都會用 那這個故事呢 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所以 到底要不要追戰 除了氣之外 他還看什麼 看他的 士兵退的時候 那個路上的軌跡 路上的軌跡如果亂的話 正好可以追殺 如果不亂的時候 代表他竟然有序後退 這故事你們可以再讀一讀 就不多講了 我要講另外一個很重要的事 各位同學 很多人在談創造力 因為這連頭呢 大家談創業創新 對不對 好像沒有創一下 好像自己就 不夠時髦 不管是創一下業啦 創一下新啦 創一下造啦 還有創一下頭 頭要拿去撞一下 我們要創一下 這連頭強調創 你知道嗎 創從哪裡來啊 你們想過這個問題 創造力源頭是什麼 創造力的源頭是什麼 模仿 啊 模仿 模仿 好 還有沒有 感到不方便的需求 你看你們看到都不一樣 他講模仿是講方法 方法學那個層面 然後他講說從需求那邊 那邊來的話 就是講說他的動力 他的本本來的源頭在需求 創造力的源頭是什麼 改變 改變是創造力的後果 所以談一件創造 用很多不同的層面來探頭 那我們要看的是一個人的創造力 為什麼這個人有創造力 那個人比較沒有創造力 你知道為什麼嗎 創造力的源頭 一個人的創造力從哪裡來 你的創造力從哪裡來 也就是說簡單來講 你如果培養你的創造力好不好 如果你需要創造一件東西的時候 請問你要先做什麼事 才能讓你創造得出來 就在講這個概念 那如果你懂這個秘訣 你以後想要開創一個新作品 你要拍一支電影 你要寫一部小說 你要寫期末報告 你想在公司上班 你想要理一個很重要的計劃 因為跟你生前有關係 是吧 你應該怎麼努力 你要從哪邊開始 創造力源頭從哪裡來 請問你什麼時候最有創造力 我們一般人都說 我的靈感 對不對 大家是不是講靈感 我寫個一篇東西 等著我有靈感 你有靈感是什麼時候最有靈感 喝一杯咖啡以後 要咖啡因刺激之下 很有靈感 你在什麼情況下 比較有靈感 你靈感怎麼來 那是你的方法 可是有一些人方法不是這樣 每一個人方法都不一樣 有些人說我要去睡個覺 有些人說我需要去聽一個 英雄的家常曲 我才要變為英雄 有很多的方法 簡單來講 我再問你各位 氣跟創造力有沒有關係 來 中成 我自己的看法 好像專注 專注 OK 專注 是什麼東西專注啊 什麼意思叫專注你知道嗎 專注是什麼東西 專注是什麼境界 專注跟不專注差別在哪裡 你們對這個問題 你們對這個問題有沒有興趣 不感興趣嗎 你們對這個問題不感興趣 為什麼還要睡覺呢 這個問題你不感興趣啊 這種東西太簡單了 好 這不是這時代很重要的一件事嗎 和大家談創業 各位同學 為什麼有一些人可以創業 為什麼有一些人創不了業 想要去創業 他就不知道怎麼創 有些人呢 他舉手播出 都在想創業的連結 你們想到這個問題嗎 創業 創新 創造力 都是同樣一件事 都是無中生有的事情 無是零 有是一 零如果變成一 From zero to one How to transform the zero into one How to create new thing Create new thing Just from zero to one zero是flat nothing one就是冒出頭來 那為什麼你會冒出頭來 有一個idea冒出頭來 有一個新的東西冒出頭來 有一個新的公司冒出頭來 有一個新的公司冒出頭來 有一個新的點子冒出頭來 是什麼東西讓它冒出頭來 對不對 你們想要創業的人 都應該好好考慮一下 那當然是有些人呢 他從小就比較有這方面的傾向 可是這是可以學的 這是可以學的 只要你改變一下 只要你知道重點在哪裡 就是新點是從哪裡來的 大聲一點 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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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模仿來了 還有沒有 從那個什麼 你剛說是 專注 專注來 專注來 模仿來了 觀察來了 專注來 都講沒有道理沒有錯啊 好 再來 這啦 中國的話就講 從新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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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新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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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新來跟專注有沒有關係 用新跟專注有沒有關係 用新跟專注有沒有關係 還改變 然後哪個東西加加減減 跑出新的東西出來 然後就說 這所創不來 那你為什麼知道這個地方要改變 因為觀察 對不對 所以怎麼講都來得通 怎麼講都通 那還有人說創新要先 先學習 所以學習力 是創新一個非常重要的 你有沒有學到新的東西 你有沒有學到人家做的東西 你會不會學啊 你有沒有在學 學你是要怎麼做嗎 要學一件東西 一定要心要打開 把心房打開 用爆它 你才會學得進去 你心沒打開的話 你能坐在那邊 你根本沒有進到你的心裡回去 所以你就不能入心 所以任何東西 一定要講究學習 學習的能力 跟創造力 是如同一個同板的兩面 互相支援 沒有好的學習力 就不會有創造力 各位同學你知道嗎 欸創造力從學習來的啊 跟誰學啊 誰都可以學 掃廁從歐巴上一轉身 你就學到了那個身影 你終於知道 喔原來這個身影 如此的動量 我就可以拍一支廣告片 欸你這點子從哪裡來的 草廁從歐巴上一轉身 丟垃圾的 你突然間得到一個靈感啊 你的創造力是從 哪個地方都可以學 為什麼你學得來 因為你把心打開來了 你心沒有打開 你學不到東西 所以創造的一個學習力 是非常重要的 兩個互相支援的 互補互助的 知道嗎 所以要學 要學 一定要先做什麼事 要學任何東西 要先做什麼事 要學任何東西 要先做什麼事 好 把心打開 我知道把心打開 我剛剛說 很好 學得很好 把心打開 要學東西 需要什麼 要學新東西 需要什麼 喔 告訴我啊 要學新東西 要什麼 為什麼 你學得好 或者別人學不好 你知道嗎 你有沒有發覺到 你看有些同學啊 小的時候在做算術 你知道嗎 他做了兩個小時 媽從貝羅桿 好高興 我兒子過來做數學 做兩個小時 動都不動 他琢磨算術 好用心啊 他呆住 他在那邊做白日夢 做了兩個小時 課本上沒有一個字 錄了他的心 可是有一些人呢 他功課上 只要做二十分鐘 他當聽過的熊子 他就被你掛 碰碰碰碰碰碰的 對不對 差別在哪裡 心靜 對不對 前者的心 是什麼樣的心 後者的心 是什麼樣的心 你有沒有分析過 前者的心 是什麼心 是喜歡的心 是專注的心 對不對 是很用心的心 後者的心是什麼 是關閉的心 是混亂的心 是如一馬在奔盆的那種心 所以他的心是亂的 他的心是動 前者的心是靜的 前者的心是靜的 如果我講錯了 後者的心是靜 前者的心是動 前者的心是動 他外表是安靜的 因為要給媽媽看 媽媽看的是外表 可老爸比較銳利 老爸這孩子根本 心都要發達不絕 爸爸看的是內在 所以 要能夠創造 看的是什麼問題 看的是你的心 你的心是什麼心 是靜的心 還是動的心 你的心是動的心 是混亂的心 不能夠安靜下來的心 你看呢 一天到晚 過風挑的很喜歡運動的 騎腳踏車 試出去玩的人 可是你叫他安靜下來 他立刻靜下來 二十分鐘 他就可以把報告做完 一天到晚坐在那邊 坐兩個小時 報告就是完成不了 差別在哪裡 差別不在於時間 差別是完全在他的心 對不對 這個經濟大家都懂嘛 這個道理 所以我們想要創造 你知道重點在哪裡嗎 好 你想要創造 我就發覺比較少人去談這個概念 想要創造 各位同學 你在寫報告是不是怎麼創造 那是你的作品的不是嗎 你們報告沒有寫得好 沒有很入心 其實是因為你的心態 沒有把它調整得好 所以你的心 沒有真正入到這個東西裡頭去 所以我提一個很重要的概念 各位聽聽看 靜這個概念 是什麼東西靜下來 是心這個東西靜下來 心一靜下來的話 它就空間自然就跑出來 新的空間 新的空間跑出來以後 它就可以容許你心 可以發芽 可以成長 茁壯 可以長很多新的概念出來 你心要不靜的話 即使人要把它打到哪個原理 你還看得清楚 所以靜這個功夫很重要 所以創造率是新的東西創出來 那是一 可是你從哪裡出來 從零出來 零是什麼 零是靜 一是動 所以你要有動的東西產生出來 有新的東西出來的話 你一定要讓你自己的心態 要調整是安靜的 安靜的心態一定是什麼 好 你這靜的心態一定是安的 下回你自己回想看看 看你有新的東西出來的時候 那是心靜是什麼樣的心靜 是安穩的 那當然你會很快樂 我告訴你 不安不會很快樂 所以它的前提是安 安的前提是要靜 對不對 所以你要學新的東西 一定要像孔明 告訴他的兒子說的 他說 才能是需要學的 要學新的東西 一定需要安靜下來 不安靜的話 是不可能學到任何東西的 所以還是強調一個 你心要靜 即使別人在看電視 別人禮拜五到外頭去 去party 去逛街 可是你心還是能夠安穩下來 你不會受別人的左右 這是安靜 有安靜就可以 心可以安下來 就可以穩定下來 才有可能去想 律 有去想 這個律是比較深度的思維喔 你去查字典 比較深度的思維是律喔 深謀遠律有沒有聽過 律是很深刻的 很深遠的一種思維 然後才能夠什麼 才能夠得 才能夠突破零 得到一啊 所以一定要從什麼 定靜安律得 能夠安 而後能夠律 很深度的思維 那才能夠有所得 得就是突破啦 得就是從零變一啦 那零能夠變一的根本關鍵在於 你要能夠先讓自己很安穩 很安定 各位同學 你現在在想什麼 你現在在看時間 9點5分還有25分 你心就沒有靜了 你可能還在想 待會下課我要做什麼 對不對 晚上要做什麼 如果想那些東西 你心上都沒有靜啊 對不對 很簡單的道理 靜不靜你自己看 所以你要去 構思一個很重要的功課之前 你要想讓自己心上能夠靜 那有些人呢 他 他不是因為透過這個東西學來 因為他很自自然 所以他 他很懂得去控制自己的心 所以靜啊 才能夠真誠面對自己 開發自己的潛能 心靜下來常常思維 思維才能創新 還有思維有個東西想要突破的話 你們同學還有一件事要經常去做的 就是你要 Ask question Quest就像一把刀要Quest 動詞是Quest Quest 不斷去Quest 就是鑽 鑽到哪個地方 這就是探索啊 探索就是創新的前學條件啊 就是你要能夠去問問題啊 對不對 那你怎麼懂得要去問什麼問題 因為你有興趣 你發覺哪個地方不懂 那你要問問題 那問問題的話呢 你要知道我們對什麼東西感到興趣 你知道嗎 我們對什麼東西有興趣的話 我們就在那件事情上 很自然具有天賦 為什麼你會對文學有興趣 我跟你講 因為你有這方面潛在的天賦 相信我 為什麼那麼多人都去搞創業啦 去參加這個各種什麼聯繫營 為什麼你獨獨還是躲在那邊看小說寫小說 因為你這方面沒有天賦 所以這句話講的沒有錯的 我們對自己感興趣的事物 具有天賦 這一切的道理 都跟靜 都跟氣 很有關係 氣 讓我們安穩 氣也可以帶我們突破 所以從0變成1 突破出來 突破就是創業 那為什麼突破破 氣不足 心不夠勁 突破破 有沒有問題 這個東西啊 就是每個人感興趣的事物 是不是不一樣 是吧 每個人都有每個人感到興趣的事物 這樣懂嗎 最後這句話 那你們今天看看有沒有道理 有沒有問題 因為是一兩個問題 請四叫一二 可以嗎 四叫一兩個問題 沒有 老師我只是覺得說 因為現在外界人們都會太多 感興趣的事物太多 資訊太多 所以你可能就是要對 針對自己 應該是說要斬斷 就是說我前任務 就是這樣 真的對你不要感興趣 對沒錯 這叫取捨 軍政兵所講的要選擇 要取捨 進退 這方面自己叫想 欸我就是想不清楚怎麼辦 我都想不清楚 我告訴你 你想不清楚 因為你心不安心 你試試看 你自己反應一下 我心不安 你心不安心為什麼 因為你旁邊滑手 你這邊滑手機旁邊有iPad 後面有iPhone 前面有電視 你這麼可安的下來 我告訴你 把對方通通關起來 我需要進度思考 你把所有這些紛亂 雜老 通通把斷絕了 你一個人坐著 喝杯咖啡 對吧 睡點冷氣 然後看看窗外 書仔片刻 讓自己的心 慢慢慢慢成為一下 很多的雜思奇想 把它給 把它給 把它給想清楚 把它給關掉 然後安靜思維 好好想想看 把很多的思緒理清楚 我靠腿 十八九 你經常都可以想出 那這個問題的重點是什麼 你就不會亂掉 然後這個問題要怎麼解決 開始發揮你的聯想令 想像你都能量出來 用你的想像力 然後很多問題 你就會透過你過去的經驗 以及你的聯想力 還有你的意識力 意識力就是你的氣 就可以 意貫值 就可以一直成這樣 帶著你放水走 再問個問題可以嗎 那我知道一下 你感興趣的稅務是什麼 誘惑太多 所以人們啊 心願意馬 我告訴你 朝三暮四 心願意馬 朝三暮四 心願意馬 他什麼專業啊 會專業 會專業 經歷就分散 經歷分散 一十五成 這個也要 像猴子一樣 抓了一口成 抓 抓到最後 全是九里科 所以你要想辦法 要取捨 就是要講這個 你要專注 對不對 誒 各位同學 這個重不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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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道嗎 所以一天到晚 告訴人家 創業創新 從來不告訴人家 要如何培養創造力 有哪一本書 哪一本課 告訴你要如何培養創造力 你要好好想想看 有沒有辦法把我的錢 能開發出來 有些課就叫開發錢啊 其實不用搞得那麼樣神奇 就是 如何讓自己心安靜下去 創造力跟心 跟氣質之間的關係是什麼 賈伯斯是個怪人 可是你不要忘了 賈伯斯在十七八歲的時候 他就走路 殘胸 練瑜伽的道路 鍾奇醫生 每天在他辦公室裡頭 練瑜伽 你知不知道嗎 你們知道就可以嗎 賈伯斯年紀輕輕 十八歲的時候 跑到印度去學佛 學了一年來 學慘 然後一輩子練瑜伽 然後也吃素 一輩子都吃素 他何等創造力啊 他是個怪人 可是他懂得這個概念 你懂嗎 他懂得這個東西是秘訣 這個源頭 這源頭的道理說穿的就是靜 等到你們的心靜下來 靜能夠升慧 智慧的慧 晉升 定 定能夠開發指揮 有問題 像我們在做自己有興趣的事情 做起來會比較有動力 比較開心 相對很容易有一些 創新的想法 當然也會比較專心 可能當我們面對一些 自己不是這麼有興趣的事情 這時候要如何讓自己專注 所以正確話才加上去 所以告訴你我們是要選擇的 每個人的天賦在哪一塊 要按照你自己的性質 你的興趣去發揮 也看你自己感到興趣是什麼 站在一塊上頭 你就很快可以安靜下來 很快可以找到快樂 很快就進入到德的境界 那你要是不感興趣 你這邊就進不了啊 心就是關起來了啊 這個是一點都沒辦法勉強的啊 對吧 所以你一感到興趣的順 你很快就進入到 靜、安、律、德 有德的話就開始反了 對吧 所以要選擇 不能說人家要這個 你也要這個 對吧 所以這個要 自己要告訴自己 有沒有說過 有沒有說過 老師 我有一個 我覺得還蠻勵志的地 就是我們高中的時候 提供老師要求我們每一個 學習 每一個人都會 每一個三千公斤 所以我們 就是每一個學生可能 就是 放學之後大家都會去操場 學習 跑步 那老師那時候 他覺得 他說他的用意就是說 他希望我們學生 可以透過 在跑步 跑這三千公斤的 過程當中 你可以靜下心來 因為你不需要靜下心來 去輸你的呼吸 但你才不會跑下準備 但你靜下心的同時 其實你也會去 思考一些問題 也會說 不斷的激勵自己說 要把這三千公斤跑完 所以我也覺得 嗯 就是 在那個當下的時候 在跑那三千公斤的當下 其實你關靜下心來 去想很多事情 雖然你的動作 是在做 嗯 OK 很好 大家都跑步步吧對不對 跑步一定要屬腳步 屬腳步 配合自己步行 對不對 然後可以跑三千五千 不會感覺到累 對不對 這個道理大家懂 你在調什麼 調你的氣 跟你的心 要那麼一致 那這個氣跟心 一致跟你腳步又一致 就產生了過敏 產生了過敏 產生了過敏以後 就變成節奏 變成節奏以後 力量就出來了 所以不能讓你的心亂掉 所以前提就是要靜 心要靜 那又或多的話 你心就靜不了 就開始產生二心 然後再加一心 然後再加一心 就變成三心兩一 再加一個 就朝三五四 對不對 然後最後加上去 就七上八下 就是心就分了好多條 所以一定要想到自己的心 要能夠專注 就變成一心一億人 去做一件事 你只要一心一億做一件事 你自然就好多的靈感 很多的機制就會跑出來 這是非常重要的 自己可以改變你自己的 你再多的知識都沒有用的 因為那些知識都是別人的知識 所以你在寫一些報告 我在一些同學上面 我批的說 你寫這些東西是別人的故事 你講這東西幹什麼 我不講講你自己的故事 這才是你要學的 寫一寫你自己的故事 那你在寫的故事當中 你才能反省 你就知道我到底做到一些什麼 你寫別人的故事幹什麼 對不對 所以知識啊 不是沒有用 你要的是 對你自己有用的知識 開發自己的潛能 簡單來講 是這個樣子 只有少數兩個同學 三個同學有興趣 其他都沒有興趣 還是少對你知道這個道理 是屬於哪一種 是屬於哪一種 那我要點名囉 就是不喜歡點名才這樣 所以你們激勵的我來點 貴鄉什麼 別給他貴鄉 滑這個 貴鄉 貴鄉 綿 叫什麼 和 貴鄉陳 陳貴鄉 抱歉 請問您的看法 我就是蠻不激烈的檔單 那對於這個東西很好 其實我覺得很多時候就是因為外在的 資訊 或是 太多的東西在那裡 然後讓自己好像說 不知道到底是最重要 對我說自己 真正有興趣的到底是甚麼 有時候或幾次 牠表面的東西讓我們覺得 因為這感覺還不錯 然後你說 它給我們的刺激感度 覺得這東西好像還蠻好玩的 那我們就一昧的上去覺得 這是一個人的情趣 可是沒有想過說 如果自己競賽的話 自己想要的東西到底是什麼 所以就是 透過這個概念 然後去 自己想出來看說 自己到底要的事情 不是蠻重要 是非常重要 自為重要 不要講蠻重要 蠻重要只是七十分而已 好 翁佳麗 來 翁麗佳 說一個咒一不遠啊 我說會有人 翁麗佳 我很想到高中的時候 就是五個三倍 但是其實對書以後還是沒有興趣 沒有什麼興趣 但是就是聽家長的話 然後就是練三個調理客 男生以後就是這樣沒有興趣 然後就一直等於練家去 其實就是沒有興趣 然後就 路上還蠻痛苦的 但只要到大選之後 就是真正去選擇 自己喜歡的東西 都可以照顧 然後照自己一個人來做什麼 所以你考進大選是二三類就來 就是 管院 是進管院 管院是一類好不好 高中是一類的 就全部都來 對啊 三類是什麼都來 後來也是進管一類 OK 還有沒有 翁麗佳 陳美萱 嗯 對 好 好 可是 我去年 就是上流客水門 然後就是 就是 因為 就是 很多時候 就跟 很多時候 都說話不懂 然後 管壽子的 然後 我在 晚年曙父 就是我當初的想法是 我想要去一個完全不同的台灣地方 然後我可以不用受台灣的 所以要去不理他 然後我去那邊15天 然後我每天生活做也很正常 我早上可能帶他去教練 然後叫我自己可以叫 然後我後來發現 就是他說的生活很大 因為一直老任很無心 就知道剛下做好 然後我就用很多的時間 然後我就覺得我當下的心靈是很不靜的 我覺得不用想任何東西 然後最後 Leave over 就我最近放在地在哪裡 然後後來有個4、5月跑來之後 我就跟我之前講說 我畢業哪里要跟別人 畢業之後我把我決定在他聘請 然後我覺得當初就是透過那個進的情況 然後確定了我的意思 然後就是 然後就是 就是 到最後會不會覺得說 有 有 就是因為當初會進到有變化 我覺得你從中間比較清楚 這中間的差別比較差別 這中間的差別是 我就聽你這樣講 我給你一句話跟著他就可以 就是 就是 勁讓你產生的 力量 讓你分辨得清楚 你知道這個勁這裡有很大的好處 那你以後還要再回去 所以這樣 很重要 很重要 像普通的我覺得 這 你像我們最大的應該就是 就是 就大家都沒有女生 然後又上面很多的機器 然後就是 就是你會遇到上面 有很多機器的 不會去思考自己 內心道的東西 然後 就當夜生人 就是 那一種多的東西 然後 沒有 沒有線是 那一種 所以這樣 好 好 那個 你接啊 來 你做 靜 是心靜 不一定是身體靜 知道嗎 你覺得這個東西這麼多 你有什麼comment 知道了沒 好嗎 同學們 你要是瞭解這種境界的話 你就知道 打破眾人的安定 就如果人家聽音樂會 突然就是 有一個這樣的一個行動 就一定都不要行動 公益是吧 公益 公益 所以下週我們就要去 趕快上社群 有同學表達一個看法嗎 是 就是 像我最近在一起 那 其實我只要把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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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啊 有些人啊 反而其道的事情說 我如果 一點聲音都沒有的話 我已經 暗不下來 心靜不下來 我一定要聽音樂 我心靜不下 不管你是什麼方法 我只要告訴各位同學 心靜很重要 至關重要 就是至關到 你自己的能力和方法 開發出來 所以重慶而後 如果你知道這個重要性 想辦法 秉除所有的雜亂 雜音 總統各式各樣的想法 讓你的心 能夠專注 能夠安靜 你才能把你的氣 引發出來 有氣才有力量 這叫氣力氣力 知道嗎 它才會讓你產生出 新的事物出來 你說對不對啊 富榮光 好 富榮光 對 各位 請問大家 請問 請問 很高 老師 聽老師講 我覺得 有空 我們工作上有時候常會遇到很多的分析的挑戰 遇到的時候 第一個馬上就是自己的經驗 專業馬上去解決 可是就覺得一骨頭像是動家去 反而不見得是真正能夠去解決那個問題 所以我們後來就常常開玩笑說 我們想出解決方案的時候 最常是在上廁所的時候 所以就是讓自己稍微冷靜一下 先脫離那一個問題的本身 然後在管理聊天的時候想幹嘛 讓自己靜下來先不要一股腦的去鑽進去的時候 我們發覺常常會需要這樣子稍微冷靜一下的 再解決問題比較好的方式 可以做最近的感覺 其實有些同學把他講的叫轉移心境 現在人很喜歡用一些名字叫轉移 其實轉移的目的就是讓你的一些剛剛的勢力讓他斷掉 可是很奇怪 人的心很奇怪 你轉移的話不經意他要回來了 所以關鍵不在轉移 關鍵在你有沒有這個靜的功夫跟力量 這個靜呢是可以培養的 一個喜歡靜的人的話 他自然就會逃離 遠離那種雜亂 又有些人拼命就要吵雜 吃飯都要那個音樂開的非常大的地方去吃飯才叫做來吃飯 你們有沒有在那個請老師解釋燕的時候 那個音樂開的很大 讓老師講話大家都聽不到 這樣才有達到目的 你知道嗎 吃飯如果聲音很吵雜的地方 其實那一點意思都沒有 那你根本無法交談 交談都用吼的 然後這樣聽 現在很奇怪 你知道嗎 明明是一場很好的一個聚會 可是聲音搞得非常大 很雜亂 那好像沒有那個情景 沒有那個雜音不叫做聚會 諸如此類 讓各位同學思考一下 所以你要了解這個概念 只有心靜下來 才能夠真誠地面對自己 開發自己的潛能的 以後碰到問題 先求自己心能夠安靜 像這個圖 定靜安律德 大家知道這個出處吧 這是大學對不對 圖是我自己畫的 自己想的 定靜安律德 所以你要先能夠定下來 才能夠靜下來 才能夠安下來 才能夠深層的思慮 才能夠有所突破 有所獲得 這個時候當然就會喜悅 這個很快一下子可以達到 有些人很快 有些人的話呢 平常已經沒有安靜的習慣 所以久而久之啊 他失去掉了很多的能力 自己毫無 毫無直覺 這個中庸所講的這段文字 是很漂亮的 我知道你們大概 每幾個人對這個有興趣 但是我能告訴你 為天下之至成啊 為能盡其性 這個性就是心啊 能盡他的心的能力了 才能夠盡人的潛能 叫盡人之性 能盡人的潛能 才有可能 開發物質外面 物質世界的潛能 能夠盡外面 物質世界的潛能 這樣 則可以參佔天地的化育 就是可以幫助天地 來幫助我們人類 改善我們人類的生活 就是參佔天地的化育 幫助老天 幫助大自然如何 或改進人類的文明 跟生活 那可以做到這一步的話 那就可以跟天地 同樣的合一了 你看這段文字 是中庸 人家講的道理 一點都沒有違背 一點都沒有落伍 甚至現在的很多的文明 其實都要從這裡頭 取得靈感 這叫做至成之道 成功的心法在於至成 至成就是把自己的心 非常誠懇懇懇的 好好地專注在他身上 你才能突破 心安是關鍵 心不能安的話 就沒有思考 沒有持續 心安是源頭 所以一個人的心智 很重要 三君可奪其帥 皮膚不可奪其 智也 所以每個人的智氣 跟心跟氣 非常重要 智慧關鍵 所以心智 要影響你一輩子 這懂得概念嗎 這是可以培養的 這些東西跟現代人 其實講的沒有什麼差異 但是現代人 不懂得如何調節自己的心 古時候的人 把很多的功夫 放在調節自己的心智上面 所以古時候會講氣 會講修心 修身 養性 現代人 已經 拋棄這個東西了 所以現代人 要想要把自己的心 把它調專一 把它調近一點的話 反而不知道方法在哪裡 簡單跟各位講一下 你要重視這個心智的問題 有機會 要把自己的心 能夠調的安靜一些 調心安靜的話 才可能創造新的事物出來 第二個 身體會比較健康 第三個 你的思慮 你的潛能 才能夠專注 才能夠突破出來 你感興趣嗎 如果你感興趣的話 那這邊的東西 算是給各位一點介紹 如果你不感興趣的話 那我也沒辦法了 你不感興趣 說明了說 這個東西你沒聽進去 知道吧 你不是很想發 找出你的天賦在哪裡嗎 我告訴你 天賦就在你感到興趣的事物上面 那我興趣的東西那麼多 沒有關係 你如果像那個 達文西對不對 你像達文西那樣 你什麼都感興趣 了不起 太了不起 對吧 那如果你認為你不是達文西的話 你總有想辦法看你的興趣 是第一類組還是第二類組還是第三類組 對不對 你可以分一下吧 對不對 那把它專注一下 因為人的時間有限 你稍微調整一下 把你的心focus 這叫專注 這個功夫 對現代人非常重要 現在人幾乎不懂得這個東西了 這個東西你看 你看在我們今天的孫子兵法裡頭 你看看短短的一些文字 就告訴你 氣有多重要 因為三軍可奪氣 將軍可奪心 這告訴你 氣 在軍隊在打仗裡頭是非常重要的 現代人叫士氣 這個氣呢 也可以叫發批氣 也可以叫有什麼 銳氣 也可以叫什麼 叫這個氣場 都是氣 這跟競爭力很有關係 那最後一段文字 故用兵之法 高齡勿向 背秋勿逆 揚北勿從 銳足勿公 耳兵勿實 歸師勿厄 為師必缺 窮勿勿破 此用兵之法 這個地方 為什麼放在軍政篇裡頭 因為這個東西代表有選擇的 所以你要有所選擇 碰到什麼樣的狀況 你就應該順從這個大自然的道理 懂嗎 所以這個告訴我們說 如果是高齡無相 就很高的山 你要仰功 背秋勿逆 對方背著秋 向下打你 你千萬不要傻傻的膩 養功 養北勿從 對方假裝敗北 你千萬不要中計 銳足勿公 大家呢 士氣非常高 你一看 哇 對方是一隻禁女 銳氣 朝天 你這個時候去攻他 你一定死傷慘重 耳兵勿實 對方故意布下耳給你 讓你去上鉤 你就不要上鉤 同學們很想要回家啦 現在九點半 你千萬不要阻止人家回家 這叫歸師勿二 為師必缺 就是你把它圍起來 你慢慢把它消耗掉 讓它最後死掉 你這樣做的話 除非你一定要消滅它 可是你如果讓對方逼到 變成是狗急跳牆的時候 對你沒什麼好處 所以你要留一個缺口 讓狗可以逃跑 這樣的話呢 可能可以全勝 你可以保全你自己的力量 窮破誤破 為什麼窮破誤破 跑到無可跑的地方 你如果再破死它的話 你可能 可以把它消滅掉 可是呢 對方狗急跳牆 他會跟你拼命 你拼命的結果的話 他全軍覆沒 可以死掉一半的軍隊 你滑得藍嗎 是不是 這在講成本 這在講全勝 必全爭於天下 所以呢自保而全勝 這個權呢 概念在講說呢 你打敗對方可以 可是 對方敗了就可以了 你贏了就可以了 你如果要把對方消滅掉的話 對方 有一天被你消滅掉 你殺敵三千 自損一千 殺敵一千 自損三百 你死掉了 這些士兵 你要補充 你要又花很多的錢 所以你要估算一下 你可能覺得說 就沒有必要 窮獲無罪 你另外的地方來收拾他 除非你正在把對方完全消滅掉 所以 這個東西都是一些法則 大家可以參考看看 那我們今天軍政篇 就可以算告一段落了